连续三天本土加零防疫措施再松绑 主持中心在今天就公布了 如果疫情没有特别的变化呢 像是这个极客松绑的部分呢 包括了像是在这个双铁的部分 还有呢游览车的乘坐上线 以及艺文展演体育表演等等 会有些细部是可以松绑的 另外呢还有就是跟我们的名声非常相关的 重点就是现在大家又可以去唱歌 而且呢也可以去网咖打麻将收闲的场馆呢 也可以来进行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细部的项目是要注意的 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KTV唱歌的部分呢 全程还是要戴好口罩 除了喝水之外呢 还是不可以饮食 而在这个休闲啊麻将桌游等等的部分呢 同桌必须要使用隔板 而且呢全程也必须要戴手套 那么也让一些人质疑说 戴手套还能够打麻将吗 等了好几个月 终于快可以到KTV来唱歌了 只不过比起以前 现在做了几项规定要严格遵守 连续几天本土兵力加龄 指挥中心也正式宣布 只要疫情稳定 10月5号就会有条件开放 KTV MTV 网咖麻将馆这些娱乐场所 但都得采预约制 六成员工也至少要打过一剂疫苗 暂停了好久的夜生活就要重启 不少年轻族群最期待的 就是能去KTV 想唱可以但必须遵守包厢内禁止饮食 只能喝水 全程包含唱歌的时候都不能脱口罩 每换一组客人包厢都要消毒 间隔30分钟 不过种种规定门一关 大家真的会乖乖遵守吗 密闭空间内到底怎么落实稽查 经济部商业司强调 还在和地方政府开会 派人员人力去包厢巡逻 里民活动中心的管理单位 确实可以去落实执行 那我们就来比照这个KTV的方式 另外像是MTV 也要落实梅花座禁止饮食 而桌游麻将休闲馆 不同座顾客要保持1.5公尺 同桌者得要使用隔板 使用邮具时也要戴手套 让不少民众瞒头问号 用隔板怎么打麻将 应该是可以吧 我倒没有试过 不过我相信一定有办法 对了他会弄 他就是人的部分就有隔板 确实那隔板是不太好做 还有网咖游艺馆 也要维持一人一机 禁止饮食 等了好久娱乐场所终于要开放 相关规定还得靠大家配合 才有可能继续放宽 接下来当中的民众台北采访报道 另外就是在双铁的部分 也有部分松绑了 指挥中心在今天宣布 双铁付费区 可以维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之下 是可以开放饮食的 不过特别要提醒大家 一旦上了车之后 车厢内还是禁止吃东西 另外游览车管制 也渴望同步放宽规定 将取消原本乘车人数 80%的上限 可依核定座位数乘坐 日期最快本周上路 台铁便当一口接一口 民众在台北车站大厅周围 座位去用餐 因为依照目前规定 进站之后就不能饮食 原本基于防疫旅客搭乘双铁 只要刷卡进站就不能吃东西 不过最快这礼拜 相关限制就会松绑 指挥中心宣布将松绑 双铁防疫管制 预计本周内开放车站付费区饮食 但还是要维持社交距离 开放站内饮食民众看法不同 不过一旦上车之后 车厢内还是禁止吃东西 另外游览车管制 也渴望同步放宽 将取消原本乘车人数 80%的上限 可依核定的座位数乘坐 国内疫情趋缓 交通场域防疫限制 适度开放 要让民众生活能稍稍喘口气 还有松绑规定的是 在这个大型场馆的管制部分 平日活动赛事 还有一文表演展览放宽场所的 容流人数 取消室内80人的上限规定 而且梅花座还有间隔座 也跟着拜拜了 也就是说未来可以开放全场满座 至于在室外人数的部分 则是降载50% 不再有室外300人的上限 指挥官陈时中说 如果排队够票的话 将开放现场售票 不限预约制 但实联制量体温 禁止饮食的规定 还是不变 球员精湛的球机跟表现 现场看比赛 享受热血沸腾的气氛 目前疫情稍微趋缓的情况之下 球场容流人数再放宽 除了体育活动赛事之外 一文表演展览 室内进场人数 不受室内80人的限制 取消梅花座或间隔座 室外人数降载到50% 不受室外300人 上限规定 维持要排队时 其实室内外要适当的社交距离 那可以现场售票 不受预约制 不限于预约制 那当然在开场前 中场休息 擅长时 仍需维持室内外 适当的社交距离 食联制 量体温 戴口罩 还有禁止饮食 基本的防疫规范不变 不管是欣赏表演 还是看场电影 未来博物馆 美术馆等等场馆 开放全座位的演出 一文体育活动 限制再松绑 等相关的行政程序走完之后 的核定程序走完之后 我们再会公布新的实施方式 那当然 如果能够开放到50%的话 可以让更多的球迷参与 到球场来加油的话 我想对整个职业运动的产业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另外婚宴会馆部分 如果室内空间小 不可超过80人 空间大一点 则依照容流人数 2.25平方公尺来计算 尽管有条件开放 但人流坐控管 还是要维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记者秀卫生士奎台北报道 本土疫情虽然趋缓 那么在外出用餐的部分 我们看到有部分县市 也慢慢的在考虑说 要来开放 就是说这个认识的人 是不是可以就不用合板了 但是防疫的基本功 还是要做好 在新竹知名购物中心的美食街 本来该放在餐桌上的隔板 不仅被人放到地上 甚至还出现在洗手台上 疑似是被用餐的民众 直接动手拆除 而部分用餐的民众 还有样学样 看到说有人把这个隔板拆了 也动手把它拆掉 导致说现在的隔板 被越拆越多 很担心会成为破口 随着疫情趋缓 越来越多民众愿意出门消费 但美食街用餐区原本架设的隔板 却成了这样 雾面隔板不仅被随意弃置在地上 就连洗手台也出现它的踪影 有些虽然还在桌上 不过整片歪歪斜斜的 防止脱衣喷溅的功能 大打折扣 不太妥当 这边怎么放就怎么做啊 为什么要去破坏规定规则 隔板这样子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不方便 不会啊 就是照规定 这是25号出现在新竹购物中心 美食街的画面 好几片隔板被民众随意拆除摆放 甚至还有人看到前一位用餐 民众这么做 也有样学样跟着拆 不太好喝也不方便说说 报文一出也引发网友热议 有好几名网友表示 的确看过类似画面 不过也有人说是隔板设计上有错误 支撑点很小一碰就倒 购物上次自己跟到隔板去领及位置 购物中心现场盲宣导 保护民众不要将隔板拆下 如果有特殊需求 可以向购物中心人员反映 指挥中心虽然已经放宽 同住家人外出用餐 可以不用隔板 但美食区人朝来来去去 就怕稍不留意 让已经趋缓的本土疫情 增加破口几率 解讯之前新宿报道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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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